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根據我的經驗 在每一個危機當中都隕藏著巨大的機會 你同意嗎? 我們現在正處於這個大流行病毒的危機當中 沒有一個人是可以逃脫對的 特別是在MCO期間 甚至是在MCO之後 我們都不能面對面與我們的顧客見面 又或者很少見面 因此現在處決於你們是否有這個足夠的勇氣 在這一場危機當中找到這個出路 並與我們Akisha一起抓住這個機會 在這一行調查當中 你看看 到了2025年 超過一半 一半是說一半9至40歲這一代馬來西亞人 將成為這個抗爭實境 即是所謂的AR 是經常用戶 報告顯示這一代9至40歲的人 都是AR的平凡用戶 甚至每一週每一日都使用這個AR 十分之九的馬來西亞人認為 未來這幾年很快 AR將狠他們的生活當中會更加重要 被問到他們期望未來用這個AR的目的是什麼 但多數馬來西亞人希望用這個技術 來幫助他們保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學習新的東西 提高這個生產力水平 我相信其他國家 甚至乎比馬來西亞增長得更加快 更加多 那我們還等什麼? 沒理由這麼慢 正所謂執書行頭慘過敗家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說? 現在這個機會在你的面前 只要你與我們Akisha一起 一機在手 你的對手對你都無從入手 是不是這樣說? 怎樣的樣子? 到底? 去片段吧 大家看了 這段影片的時候是不是有些緊張 有些興奮呢 什麼是Swatchbook? Swatchbook是擴展了這個材料的3D可視化 並引入視覺資產管理 是一個數字的報料庫 是一個組織視覺化 並為你的數字材料提供來源的平台 任何地方 無論你在任何地方 任何時候 任何設備 這個Swatchbook究竟是有什麼功能呢? 你看看 它是有我們最新的系列 以及適用於任何3D模式的數字報料 照片般真實的材料圖像 是高像素的 以及即時你可以這個小樣本備忘錄請求 在平台超過10,000SKU的報料 用於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 iOS 和手機 Android 設備上等平台 OK 它可快速搜索和過濾你的報料 方便的工作博 創建和分享和交流 OK 接下來 我就沒有那麼多廢話 來給你看一看 這個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我的這個畫面 OK 還有我相信我們那些銷售服務員 都已經幫你申請了 登記了你們這些這樣的資訊 Swatchbook 我們叫做Swatchbook Access 所以它會電郵給你 你收到那個電郵之後 你就根據它的電郵來登記 OK 所以你根據它的連結 它會帶你去這個 畫面 OK 掃完之後 在你的右上角 你看到這個 納入沒有 這個右上角的納入 你只要按一按 OK 它就會帶你進去這個地方 來讓你納入你的電郵 OK Email Password Submit AfterSubmit了Password之後 它就會帶你去這個平台 看到沒有 這個平台 另外就是我們所稱為的報料庫 數字報料 數字或者數碼報料庫 OK 你看到 首先你進來的時候 你需要做少少的設定 OK 少少的設定 就是在你的右上角 你看到沒有 右上角preference OK 然後呢 你點進去這個選擇 這個選擇 這個選擇 那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設定 呢 就是呢 這個平台是容許你下載 那個高像素的圖片 OK 所以你需要做少少的設定 就是呢 你這個圖片看到沒有 你這個圖片 你只需要按一下這個圖片就足夠了 其他這些圖片 這些圖片 你是不需要用得到的 實在是太大的位置了 你是不需要下載這些圖片的 你只需要按一下這個圖片就可以了 那些比那些 有些是好像 Outwork Design那些人用的 你只需要按一下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就足夠了 OK 你只需要按一下 然後呢 你就回到 還有另外一個圖片 你需要設定的 就是這個unit 在這個unit當中 你看得到這個 OK Lang和Wave模式 它是在CM的 之前如果你未做設定的時候 它是在1 你需要變去CM OK 你只需要這樣按一下CM 還有這個Wave模式 OK 就下載的了 其他那些 好像這個 這個 這個 正如你喜歡是 暗模式 就像黑色那樣 又或者是光的 OK 還有另外一種設定 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users設定 你看得到沒有 當你搞定了這個preferences的時候 你就要去這個users設定 這個users設定 為什麼這個users設定 這個平台是容許你 就是要求 剛才我都有提及到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怎麼說呢 你可以在這裡 要求你的小樣本 OK 我們的專業的部門 就是這個sandbook的部門 會安排這些小樣本 直接去call給你 或者是我們的driveware會送給你 所以為什麼這個資料 這個地址是很重要的 OK 首先你要填你的名字 first name alvin1 OK 跟著你的email address 你的電話號碼 地址 你的公司名 全部這些資料是很重要的 你只需要edit 然後edit了就可以了 否則 你所要求的小樣本 我們寄不到給你的 如果你這些資料錯的話 OK 就是只需要這兩樣的設定 其他preferences和user設定 只需要做一次 你做了一次之後 無論你在其他的 好像你的手機 平板電腦做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做了 你只做一把 OK 我剛才提及到 你在你的平板電腦和手機那裏 可以用這個swatchbook 你是需要 怎樣說 下載一個程式 這個swatchbook的程式 去你的手機 或者是平板電腦那裏 才可以用 如果你在個人電腦 Laptop裏面 你就不需要 你只需要上這個平台 按個連結 你就能夠進入了 好 去到這裏 我就要幾樣東西 跟大家說的 你看到你的右上角 你的右上角 這裏有沒有 你的右上角 這裏有幾個格子的 這幾個格子 就是有幾個view 給你去選 好像 現在我正在看的 就叫做tummy view 這個tummy view 就好像一塊塊 街磚仔 那樣 你看得清楚它的設計 看得清楚它的color 你做起很多short cut 就是很多快速的時候 就會很方便 因為你看清楚它的設計 和它的color 還有另外一個看法 就叫做road view 這個看法 road view 叫做怎麼樣呢 你看看 它是一棵棵布 給你看的 看到沒有 都挺漂亮的 一棵棵布 還有另外一個view 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這個list view list view 那些街磚仔圖片 就比較細小一點 但是它就比較多 這些informations 這些informations 就可以讓你看得到 就知道這是什麼料 這些資料 全部都在讀 這個叫做list view 但是我本人 就比較喜歡看這個 Tummy view 因為我比較喜歡看 靚的設計 靚的color 在我面前 OK 比較方便些 在你的左上角 看得到沒有 這個sorting 這個左上角的sorting 都可以給你選擇 New words 你只要按一按就變成olders 就是說 最新的和最舊的 我們那些系列 OK alphabet 你還可以是 比較 埋得一點的 比較多人找的 和沒有那麼多人找的 你都可以在這裡選擇的 你只要再按一按就行了 大家 我本人 我本人呢 就比較喜歡 最新的 所謂最新的 好看點 哇 你們有什麼新的 新的新的 一開就是新的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我比較喜歡 記住 你們現在在這個 正在看的平台 這裡這個面 就是什麼呢 這一行就是 your library 看到沒有 這個your library 在這裡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給你看到 所有的這些東西 還有你可以尋找 尋找 尋找 你所有的報料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我當我看到這些圖片的時候 就正如好像你們 怎樣說 online shopping online shopping 看看看看 簡簡簡簡 這個我喜歡 那個我喜歡 你 我怎麼選 怎麼選 這麼多我都喜歡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 是什麼呢 你只需要 你看得到 你這邊 這個深深帽 這個favorite 這個favorite 你按一按它 它就會入了 這個favorite的folder 這個favorite的folder 你進一進去 就所有你喜歡的 OK 再在這裡 再favorite 再慢慢選都沒有 但是在這裡 你是全部 你看得到哪些你喜歡 哪些你喜歡 你就直接按這個 這個favorite 你就可以進去 OK 這個favorite就是這樣用的 首先我還沒進去 教你怎麼去找報告的時候 我就想講一講 就是我相信 你們大家當中 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怎麼樣呢 OK 就是你們顧客找你了 我要選報告 你們怎麼做呢 有些人就要求 你拿這些報板 那樣那樣 sample book 過去我的家 找過 給我選 你們就 好啊好啊 趁字快快出去出去 就趁字十幾本書上去找他 OK 上到家了 選啊選啊選啊 選了兩三個小時 選不到 死火了 趁了十幾本書上去 選不到 然後又怎麼樣呢 你又再一次 又一次 又再拿十幾本書給你選 去了多少次都不知道 簡直在那裡 很麻煩 浪費時間 浪費金錢 對嗎 OK 還有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怎麼樣呢 你們那些這樣的客人 去到你的店舖 你的show loan OK 坐下選了 我坐下你的show loan 慢慢在你的show loan裡面 選擇這些 sample book 這樣那樣 OK 選了幾個小時了 OK 到最後選完了 都還沒選得到 OK 花了幾個小時 選的報告在你的書裡面 還沒選得到他喜歡什麼 甚至乎是怎麼樣 將你的show loan 選那些 sample book 選到聯七八糟 簡直是聯糟糟糟 我跟你說 OK 想到都頭痛 想到都煩 但是呢 你在這個平台就不同了 你用到這個swatch book 你是可以很輕輕鬆鬆地 和很快地去搜索 和找你的報告資料 怎麼樣呢 OK 就是這樣了 你看得到我這個filter 沒有 這個filter 它是有什麼樣的 它這裡有一個edit OK 這個edit你按一按 OK 譬如你喜歡這個 FR的排在前面 你就拉去前面 你喜歡這個color的排在前面 你就拉去前面 這些任你擺放的 你喜歡怎樣放都可以 任由你喜歡 OK 我就比較喜歡設計 OK 譬如你的客人進來找你 Chris啊 OK 我就想找多少設計 我不可以計劃的 經常都計劃 我想找多少設計 來做cutter OK 做窗簾布 可以啊 你喜歡什麼設計 或者怎樣 OK 我喜歡少少比喻 有少少花的 froder設計 你只要這個froder設計 然後怎樣呢 NU是做什麼呢 NU是做窗簾布的 我就按一下cutter 做窗簾布 Chris啊 你知道的 這陣子 我很想找些cutter 有froder設計 是怎樣呢 就不要太貴的 但是我又要跨率些的 OK 我又不要給我那些差差的 但是我又要經濟少少 都可以 這個都還可以做得到 Kish可以做到這樣的服務給你 就是怎樣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品牌 OK 這個品牌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blue 就等於acacia的品牌 fiberguard 就是我們stain free technology的品牌 FR1就是inhaven FR 那 所謂少少經濟的 是些什麼呢 OK 但是又有誇張一些 就是這個fabric library 你按一按這個fabric library 它一一為你解答 你那些所有的要求 我跟你說 是怎樣的呢 你看出來 你可以是怎樣的呢 flower design curtain fabric library 就是這樣 這些curtain 這些布呢 就可以適合你做 給你的客人選擇的 OK 進來你可以有這些東西 OK 不要緊張字 我知道大家看一看很緊張 想看一看裡面的東西 但是先不要字 讓我再說這些 OK 又或者我喜歡flower design 做curtain的 價錢我們先不要說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設計 你有什麼給我看一看 先選擇 你看一下 你看看我的右上角這裡 看得到沒有 53個result file 即是我有53個SKU 讓你慢慢選 follower design for curtain 看到沒有 你可以一直慢慢拉下去看 看看看看看看 有些什麼東西 OK 什麼都有了 剛才我提及到的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也喜歡 這個我也喜歡 我又按一下 看到沒有 我按一下這個 深刻的進去我就可以看得到 我帶你進去那裡 怎麼看 OK 比如這個我也喜歡 這個設計 我也挺喜歡的 我又按一下 OK 還可以怎樣呢 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客人 都是來問的 我本人都收過很多的客人問我 Elin 你們有沒有防火部啊 你們的防火部 究竟哪些才是 我要做cadern 我們這麼多信封封封封封封 我都亂了 我也不知道哪些有沒有防火 還有你用這個swapbook的好處就是 OK 沒有問題 我一下不用一分鐘 我就找到給你了 你看到這個FR 這個FR就是 正如我們所知的 NFPS701 就是做cadern的USS standard防火 OK NFPS160 就是做梳化的防火 OK 再高一點的就是 這個 再比較普遍一點的就是 這個 British standard 就是這個567 cadern BS582 for梳化的standard 比如我按一下 OK 防火的 我要USS standard 701做cadern的 我按一下這個 OK 我按一下這個 做cadern出來 甚至乎我還可以 就是怎樣呢 我按這個就是 NUse cadern OK 有多少萬 正在轉 出來了 你看到沒有 我這裡有什麼 這個result 給你呢 就是 3382塊布 來給你選 這個防火 就是做cadern 我跟你說 不用一分鐘 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慢慢在這裡 慢慢看 滑下去看 OK 我 plan的 有設計的 我都有 OK 還有你還可以 Filder 這個設計 OK 比喻是 Graphical design 做cadern的 有防火的 都出來了 看得到沒有 看得到沒有 這個 這個 顏色 這個設計 我都喜歡 我又按一下它 這個 這個圈圈的 我又喜歡 我又按一下它 看得到沒有 它是有幾百個 給你這樣選的 但是 你是很非常之方便 你這樣做 OK 甚至我還 我還有遇過 是怎麼樣呢 就是 OK 你的 acacia的布 有沒有那些 我要做梳化的 但是呢 我要找那些 stain resistant 有沒有的 我可以慢慢 不用整天拆出來 拆了 我慢慢就可以 可以抹走那些 stain的 都有 OK 大家都知道 我們 是有些什麼呢 你看看我的brand Stain free technology under fiber guard 看得到沒有這個 你只要按一下它 出來 我有二千六百幾個 fiber guard 給你慢慢選 這些全部 都是一個stain free technology 就是說 這個 防止這個 污漬 就是它的污漬 滲了下去 你可以用水 輕易地抹走 OK 你做梳化 甚至乎做卷登都可以 OK 看到沒有 你可以在這裡選 還記得我教過你們 不要再選設計 再選擇 Color Color 我是要找我家 搭我的色水 我是要紅色的 我比較喜歡 OK 然後 然後 我 怎樣說 這個characteristic 就是說 我是用什麼 報 就是說我要 怎樣說 我要 Wellward的 或者我要Chanil的 都可以 OK 我就按一下Chanil Chanil 紅色的 Fiber guard 出來了 看到沒有 今天這條線不知為何有點瞎 OK 我喜歡這個 我又按一下 OK 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 這麼快 當你們經過這個階段 這個步驟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 去到這裡 你回來這裡的時候 剛才我不是說 這些心心 你不是很喜歡的 這些收藏的 OK 收藏的favorite 你就可以按到 這個收藏的favorite 進來之後 OK 你只要按一下 這個favorite 這個心心進來 你就看得到 我剛才你所選的步 全部都很小 OK 你可以在裡面這裡當中 再挑選 再選擇 哪些是最好的最好 OK 比如 這個 這個 剛才我選了 做Chanil的 不錯 多漂亮 多適合我這個客人 我就按一按進去 按了下去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資料 就是它的設計名 和這個color名 是怎樣的 OK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 這個其他的資料 Auto OK 我看到這個 Marcus Log Marcus Log 就是這個 Swordbook 所做的資料 所做的這些 3D model的人 多謝Marcus 很榮幸 Marcus 今天應該有和我們一起 OK 有了 多謝Marcus OK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呢 我打開它的相片給你看看 剛剛我也有提及到 就是這個3D的模式 可以給你怎麼看清楚 它做起來的梳化是怎樣的 這個圖片 它是很清楚的 你看到這些四方格型有沒有 這些四方格型的才可以做這個3D模式 那些沒有四方格型的 是不可以做3D模式的 我按一按這個四方格型的 你看看 它用這個布造成了這個窗簾布出來 你還可以放大放遠 看它整體的感覺是怎樣的 它整體你可以轉 看到沒有 你可以轉過來這裡 你看它整體的感覺 然後你還可以放大 來看它的設計 做起來是怎樣的 做起窗簾之後 看到沒有 漂亮沒有 稍後我再展示你看看 就是這個AR 稍後我會展示給你看 我按一按這個 Ball View 這個Ball View 我可以放大得很近來看它的設計 雖然你看得 我相信經過我這個 Share Screen給你看的時候 你們會看得不太逼真 但是你們回去搞一搞 看一看 甚至乎現在你還可以一起 和我開來看一看搞一搞 你那個逼真度 你那個很高清晰度 看到的圖片 是很高像素的 你可以看到這一塊布 你看到這個Ball View 這塊布 你看到它沒有一折折的 它的浮沉和它的感覺 是有幾滑的 看到沒有 它做起窗簾上來的浮沉 這個Ball View的功能 就是給你這樣看的 看到沒有 它的浮沉是有幾漂亮的 還有是怎樣的呢 就是你做一張椅子出來的感覺 是怎樣的 它的3D模式做得很真的 很逼真的 你看到它下面有影 等一下它做出來的時候 它的影也做了給你的 它的逼真度真的是很高的 看得到沒有 我可以放大 你做來看它不同的角度 我轉去 它的後面做起來是怎樣的 看到沒有 不同的角度 還有我再給你多一張 你看這個3D模式的這個梳法 看到沒有 我放大到很近 我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它的設計是怎樣的 OK 你還可以怎樣的 你還可以是燈光條理 你看到它的燈光條理是怎樣的 首先這個是Studio 這個是夜晚黑 打燈光的時候看 Overcast Sunny 看到沒有 不同的燈光有不同的感覺 和視覺上的不同的享受 OK 甚至乎你還可以怎樣的 比如你按了這個night view之後 你是可以 看到沒有 你是可以拍照的 take screenshot 你可以拍照 OK 然後呢 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個角度漂亮 我就在這裡拍一張照 看到沒有 我一拍一張照 我就写下去了 OK 然後呢 OK 我就回去之前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個121 你看到這個121 這個121 這個121的功能是怎樣的 等一下我會示範給你看 這個121的功能是怎樣的 這個121的功能大概是怎樣的 我剛才也有提及到 就是你可以用平板電腦和手機來做 用這個swatch 所以它是根據你的平板電腦或者手機的大小 你來示範給你看那塊布的設計有多大 有多大 差不多你是在一塊布蓋上你的電話的時候 你的電話這麼小 它就會示範到這麼小的設計 你的平板電腦大一點 它就會示範到你的平板電腦的設計大一點 給你看 等一下我給你看一下 示範給你看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它有不同的相片 OK 不同的相片給你看 OK 你還可以是怎樣的呢 我給你看完相片之後 你看到這個深深 就是你可以是吧 比如你了解深入了 OK 了解深入了 你還可以了解深入了些什麼呢 你就是看這個text 它所有的information 剛才你所搜集的filter的什麼text 就在那裡了 然後你的metadata 就是講你的compensation 你所有報的資料 corten viscose poliester compensation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它的dimension OK 它有多少寬風 它的repeat是多少 全部都在那裡了 那些資料 還有它的performance 看到沒有 你的rap test Martin Duell Wisenberg 那些梳化的摩擦的test 這個摩擦的測試 OK 我還有這個ipotex 然後呢 然後呢 Organization Masager 我就是這些 OK OK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我了解深入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 不是很適合我的客人 OK 我就不可以了 我選走 然後呢 又或者你覺得對的 你還是還可以保持著這個心心 剛才我提及到你可以要求這個小樣本 這個sorten 是怎樣的呢 你只要在這裡 OK 這樣按這個sample request 看到沒有 按一按這裡 你按一按這個公仔 這個一隻的公仔 你就可以send request 就是這麼簡單 只要按一按 你就可以request這個sorten 你可以要求這個小樣本 這兩隻公仔呢 你就不要按它 這個公仔看到沒有 這兩隻公仔呢 暫時是沒有功能的 所以你就不要動它先 OK 我們正在upgrade 這個system OK 不要動它先 還有這裡呢 你有一個打字的 我要幾塊幾塊 那些 你都沒有動它先 這個暫時都沒有這樣的功能 OK 你只是按這個 OK request一塊 按send request就可以了 OK 比如說你用兩塊的 可以兩塊都可以 你可以按兩把 OK 就是request兩把 或者request三把 都可以 OK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小樣本request 就是怎麼樣呢 你不可以超過五塊 OK 如果你真的超過了五塊之後 你就要在不同的途徑 就是舊時的途徑 是怎麼樣呢 你可以聯絡我們的銷售服務員 OK 又或者是我們那些group chat 你在那裡request OK 我要到七塊 那麽多 那麽多 這幾隻牙 你可以跟回之前的途徑 去request這個小樣本 OK 但是你是 如果是 少過五塊的 你可以在那裡request OK 跟著呢 你還可以 怎麼樣呢 download picture download這個圖片 你還記得 我剛才說過 它是很高像素的圖片 如果剛才你那個setting 是不是 set了其他其他那些呢 你只是一個設定都已經 你幾百Gbps 幾百Mbps 你看看 我只是按一隻 我download給你看看 看到沒有 我這裡 它已經在走著 要download的了 OK 我只是一個設定 幾張照片 就已經去了 三百多Mbps 這個三十多Mbps OK 三十多Mbps 如果 我剛才那些我按一按一按 你根本不需要用到那些圖片再按 你可以分分鐘去到幾百個Mbps 你看看 你有那些圖片在那裡 這個呢 就是one to one 121這個圖片 你還可以放大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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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很高像素的 OK 這個呢 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 act to collection 這個act to collection 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這塊布對 我選中了 我需要給哪個哪個的客人 我選中了 OK 比如說 我正在做這個doctor的客人 或者是單數這些 1 ABC這些 這些是我已經 我已經製造了的 如果你是說 你在做的客人 你已經製造了這個 這個collection 你就選擇 這個適合ABC的客人 我就按一按 適合ABC的客人 又或者這塊布呢 我亦都適合另外一個 新的客人 OK 你甚至乎是可以 在這裏 你做這個 看到沒有 這個家 看到那個家有沒有 你按一按這個家 你可以做一個創建 這個布 就是在說很簡單的 比如你的客人叫做 客人叫做WinWin 比如說WinWin WinWin 你選了 開了這個collection OK 你就按一按 那這塊布呢 我就進去WinWin 看到沒有 進去ABC 但是這塊布 我不需要這個客人 我給了他 我覺得不適合這幾個客人 我就按走了 如果對 我就再按多把 進回去 我就覺得對 這個ABC就是這樣用處的 當你有好幾個客人 肯定的時候 你選布 選布 選布 幫你客人選布 這些布 給這個客人 就是這樣進去 這個ABC了 OK 我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功能 是什麼功能呢 我給一個沙發的 你看一看 你看這個功能 在表面這裡 看到這個影片嗎 這個影片呢 我是有一個專業人士 來解釋這塊布的本質 是什麼 它的功能是什麼 它適合什麼 大概它還肯哪裏 或者它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OK 你只不過是怎麼樣呢 你按一按它 它就會 連結你過去那個 那裏 按一按這個影片 它就會 連結你過去那個 YouTube影片 它會解釋給你聽 它的布料是怎麼樣的 這個是 Under Fiber Guard 是沒有外套的 這個呢 就是叫做 Gary Limon 這個專業人士 他就是這個 我們的Blue 我們公司的舌頭 OK 所以他也是我們的舌頭之一 OK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Acacia就是Blue 這個功能 它就有這個功能 OK 回到出去的時候 剛才我是教你怎樣 進去裡面 OK 來做這個Add to Collection 比較清楚 知道它的資料 那些 其實呢 你在裡面這裡 也有一個sort card 看到沒有 它有一個sort card 就是給你 這個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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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好 還有另外一個sort card 就是給你Add to Fold 剛才我不是跟你說 Add to Fold 我現在看到這個 如果我覺得這塊布 一看就知道 它是適合那個客人 我不需要進去 我直接可以sort card 在這裡 我可以Add to Fold 這塊布是適合我的客人 又或者我是適合我的單數 這個客人 又或者我是適合我的Win Win 我就按一下 我覺得不對 我就按下去 不對我就按下去 不對我就按一下 就是這樣 你還可以在這裡 你加那些部份 你加那些部份 有多少部份 這一個就是一個sort card 我們回到這個 your collection這裡 這裡 你所要找的Field 所要找的部份 首先的步驟就是 記得要在這個your collection 什麼都可以找在這裡 找Design 找成 OK Material 什麼都可以 但是呢 現在我已經解釋過給你聽 your collection是怎麼樣 我要帶到你去入這個your collection 看到沒有 這個your library 是不是 入這個your collection 裡面 OK 剛才你所create的那些Folder 去了哪裡 這樣那樣 OK 就是在這裡 your collection your library 就是這樣分的 your collection create by you or create by you 就是你所create了的 剛才 OK 看到沒有 Win-Win在這裡 Doctor OK L-Win 全部在這裡 Share with you 這些就是我們所有 Arcacia的collection OK 我們所有Arcacia的collection 全部在這裡 OK 比如你要找是什麼collection 你就直接打collection名 這裡你是找不到那些design名 你要找design名 你要找那個your library your collection 你就要找collection名 OK 比如Lambada 看到沒有 Lambada出來了 你可以按進去看看 OK 我覺得這個Lambada 都挺漂亮的 其實 都挺適合我那個客人的 金色 我挺喜歡 你看到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 點進來這裡找 你如果知道 到它的collection 你就可以直接進來這裡找 OK 它的相片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 出來了 create by you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要教你的 就是剛才我們都可以 剛才我們有提及到 你可以做你自己 create你自己的工作博 就是你自己的workbook OK 你的workbook 又或者是你可以怎樣 按這個select OK 按這個select 這些 Alvin ABC Doctor 這些全部 我要create一個工作博 這個workbook 給你 Action 你看到沒有 這個Action 就是可以怎樣 你 你看到沒有 你按一按去 Export Spreadsheet 你看到沒有 它正在走 你看到沒有 在做這個Excel file 出來的 這個Excel file 出來了 所有的資料 剛才你選擇的 這些設計 這些設計 顏色 以及所有的資料 它的文件 日期 全部都在這裡 你可以在這裡 另外自己再改 再加圖片 什麼都可以 可以自己再更改 再成 OK 看到沒有 剛才我沒有做了幾個 Alvin Doctor ABC 看到沒有 達到 很小的 這裡就讓你自己 不要做 都可以 沒有問題 這裡還有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怎樣用 你這些名字 我已經入了一個連結 在裡面 你是像這個ABC 我按一按 它可以 直接進入這個 spotbook裡面的 設計 看到沒有 直接進到這裡 你所有 還要找更多的資料 就進到這裡 全部 看到沒有 很簡單 所以為什麼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 就是這樣 方便你怎麼做都可以 OK 我們回到這裡 它還可以怎樣呢 還可以是 Add to collection 你看到這個 Add to collection set 沒有 這個Add to collection set 是有什麼用處呢 OK Add to collection set 在這裡 看到沒有 這個Add to collection set 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譬如說 你的公司有超過兩個銷售服務員 或者三個銷售服務員 每一個銷售服務員都有自己 他本身的project 或者自己的工作 OK 這樣死火了 我便用到年七八週 如果我只有一個 這個就方便你分類在你不同的銷售服務員當中 就是Add to collection 你按一下 你看到沒有 譬如我們有 Joanne Elly Locky Elvin 看到沒有 我們這些 你好像這幾隻 剛才你製造的 其實是 Joanne製造的 那你就按一按 做N 你就進去了 OK 然後呢 你再按一按 這些 OK 這些是做N的 這一個呢 是另外的銷售服務員做的project 這樣 或者做一個工作 你就Add to collection set 看到沒有 這一個是N的 OK 還有你還可以 加 Create collection set 就是 你可以加些什麼名字都可以 比如你加了一個 加了一個新的銷售服務員 或者怎麼樣 你又按燈 看到沒有 Win Win在這裡 你加進去 這一個都可以 OK 它這一個是其中一個用處 另外一個用處是怎麼樣 另外一個用處就是 OK 你比如這個 Dato OK 我這個Dato裡面 它那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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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式很大間 OK 我有Living room 游泳池 有什麼 什麼房間 一房間 二房間 三房間 幾十間房間 這樣又方便了 我在這裡我只可以寫Dato Dato裡面這麼多部 對嗎 我怎麼分呢 這樣呢 你就可以選擇 入這個Dato OK 就是入到這個collection set OK 你又可以CREATE到怎麼樣呢 你又CREATE一個Dato OK CREATE了Dato之後 下一個步驟是怎麼樣呢 我給你看 是的 進到這裡 剛才你的銷售服務員 肯大道 剛剛你的Dato 是怎麼樣呢 這個譬如是進去Dato 剛剛 Dato裡面 這個Dato 這個fault裡面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按一按 你改去 Edit 看到沒有 Edit 你改去 OK 你可以放這個是 Living 看到沒有 你進去Dato之後 Living Finding Finding First room 一直這樣加進去 一直這樣加進去 一直一直這樣加進去 這個其中一個用處 這裡有兩三個用處 就是你的其他銷售服務員 有什麼project 有什麼job 你鍵到很小 看到沒有 這個collection set 就是這樣給你用處 collection 就是這樣 這樣 favorite 進去 給了 ABC 哪個哪個 很小 全部 搞定 記得沒有 想像得到沒有 大概是這樣 這裡 我這個平台 就是給你看到 OK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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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問題的 你還記得我剛才提及到 我還可以在平板電路和手機上做那個AR 放昇 還記得沒有 OK 我現在就給你看這個AR 放昇 給我一點點時間 現在我就要連接那個平板電腦給你看看 我大概是怎樣的 你記得手機和iPad是需要 我們要下載一個程式 Swatchbook程式 Swatchbook App 我們叫 OK 我們來做 好 好了 看到我的iPad的樣子了嗎 看得到嗎 沒問題 沒有聲音 我當你看到的 OK 你看看 我的平板電腦是這樣的 大概看東西 這個就叫做 Your Library OK 或者Mac TV 在你的下面 在影片中間看到沒有四個四方格的 頭一隻就是 這個叫做 Your Library 中間那隻叫做 Your Collection OK 看到它的Your Collection 沒有 所有的Your Collection 這個上高的Private 看到我按這個上高的Private 就是你給了一個Folder的 OK Organization 就是我們Acastia 所有的Collection 很小的 在這個由上角 你看到好像龍捲峰這樣的 OK Faddle Mode OK 龍捲峰這樣的公仔 就是給你選擇這個 Collection 看到沒有 Display Sort 你怎麼選擇 怎麼樣都可以 OK 選擇這個Your Collection 進去那個公仔 Filter 看到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用的了 我現在要給你看的是什麼呢 我按了下去 你看 你還記得那個四方格 我們不是說過 有些四方格 就是可以3D的模式 對嗎 OK 現在我做一個3D的模式 出來給你看一看 你看你的 OK 你可以轉 可以放大 OK 看到它下面的影子 很逼真 我怎麼放大出來呢 你看到下面那個影相機的公仔 沒有再下面 是一個看的 好像看的 你按一下 那個看的 就是說 你就要做這個AR 這個放箱 丟出來 OK 我示範給你看 你看 出來了 看到沒有 這個是我的房間裡面 你看 我在房間裡面 我丟了一張椅子出來 你看 你看我轉的時候 它還有影子 下面 很逼真 當我這樣 我向那邊 就行 現在我丟了出來 你看到它的椅子 在我的房間裡面 然後 你只需要拿著我這個iPad 我走近那個椅子 那裡 你看 你看到它不同的角度 跟著還可以放大 甚至乎動 看到它後面 看到沒有 美不美 這個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 你給你的客人看到 你是不需要去想像 或者是怎樣的 你現在是直接給你視角上去享受 你直接打那張椅子出來給你看 你肯去家裡 或者是肯去你的show room裡面 都做得到 不是靜止這個椅子 Curtain這個窗簾部都可以 不過需要大一點的地方 OK 不好意思 小弟的家地方淺責 做不到的Curtain 待會我show的相片給你看 好嗎 你可以拍照 你按一按就拍照 看到沒有 它可以拍照的 還有是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梳化四方格3D 只要有四方格3D 你才可以做 看到這個梳化嗎 你的梳化出到 OK OK 條線有點蒙 不好意思 OK 現在聽到了 你看看 我在下面右手邊 這裏九層高的圖片 看旁邊的右手邊 按一按 我可以add graphic 看到沒有 add graphic 比如我是從這裏 我隨便選一塊布 我要拿來mix and match 你看到沒有 我add to graphic 我graphic中間 我按一按那個 我就出來的了 給我一點點時間 它正在運動 看到沒有 如果你是愛mix and match 在那張梳化 或者是curtain 或者是椅子那裏 你可以直接給你看得到 這個樣子 看到沒有 你不用想像 你直接可以看一下 美不美 在你面前的 你還可以再加 另外一個色水 add to graphic range 看到沒有 你可以換 同時間你可以配搭 你可以配搭 和配搭 不同的色水 你覺得美不美 你簡直可以看 看到沒有 你覺得不美 就不外了 不美 或者再選一個 我怎麼做都可以 這兩個功能 你是可以在平板電腦 或者手機搞的 這個AR和這個mix and match 我們上面 剛才我給你看的 那個desktop模式 那個電腦 就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OK 然後呢 按setting 中間那個s 就是setting 看到沒有這些東西全部 大概呢 是這樣的 OK 回來 這裡呢 剛才我已經跟你說了 我會給你們一些例子 是給你們看的 去片 讓我給你們一張照片 看一下 看到沒有 這個圖片呢 就是我做AR 在一間Coffee Bean裡面 我選了這塊布 我做了確定之後 我做了AR 你看 OK 扔出來在這個Coffee Bean的店鋪上 看見沒有 我可以看到 是不是漂亮 OK 效果是如何 大概 OK 是很真實的 看到這張椅子沒有 我做了出來 是不是漂亮 這個我客戶的show room裡面 那張椅子 還有這個curtain 不過我做了這個之後 我客製說這個curtain在做的showroom 都很漂亮 都很搭配 就定了做showroom display 看到沒有?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design 這個那樣 看到沒有? 很漂亮的 這張椅子 剛才我說的 你看到下面這個影 這裡這個影 它是可以做到這麼真實的 它不是好像這麼假的 它連影都做給你 這個3D模特兒 它是做到簡直好像是珍珠都沒有這麼真 看到沒有? 這套sopho 做了出來 放在這裡 它的尺寸和高度全部 是根據這個標準的尺寸來做的 所以它放了一張sopho 看到沒有? 同一個人站在旁邊 是這麼大張的 它不是假的 它做到好像真的一樣的 它不是假的 它做到好像真的一樣的 剛剛我提及到這個121 這個121的功能是怎樣的 這個圖片就是可以讓你看得到 你看看 我這個sample book 在這裡 大概的design 是這麼大 但是當我用這個手機 經過按那個121這個功能的時候 121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按一按 你看我是根據我手機的尺寸 你看我手機的尺寸 只有這麼小的 那麼它就出大概是這麼小 根據我這個電話的尺寸出來的design 它的battern repeat design 度體上來這麼長的 看到沒有? 它是跟你的screen的尺寸 我的sample book是這樣 對回來 我的手機只有這麼小 它對回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看到嗎? 看到清楚嗎? 你看如果我用這個 OK 平板電腦的時候 這個就是iPad平板電腦 你看iPad平板電腦的時候 比較大一點 大一點呢? 它展示起來 它就會比較的design 多一點 看多一片這樣 看到沒有? 想像得到沒有? 它這個one to one的功能就是這樣 它簡直可以整塊布鋪上來給你看 你現在是可以 真的不需要立刻 給你看到那塊布是怎麼樣的 OK 你現在是簡直可以 是給你看得到 在手機上 那塊design的battern是怎麼樣的 當然 到最後 當然 我是認同大家的說法 就是怎麼樣呢? 窗簾布嘛 這個soft finishing嘛 客人是不是這樣的? 你不摸一下那塊布啊 你不感受一下 不摸一下 感受一下柔軟度啊 我怎麼可以確認? 我是明白的 但是呢 你這些這樣的步驟 是在最後 你可以request我們的小洋本 這個sortures 去傳給客人 到最後的步驟 你才去摸一摸那塊布 確認 OK 很好 但是在你的前奏的工作 你如果利用這個sortures book的時候 你可以很輕易很快趣地 來幫你做完前面這些功夫 這些前奏功夫 來做完所有要做的事情 你真的說都沒有那麼容易 一下子間 我可以跟你說 如果你要找一個客人所需要的東西 你坐在那裡做完你的工作 駁你的workbook所有的東西 半個小時你都搞定了 到最後你再在裡面request 要求那個小洋本 直接搭你necord過去給你的客人 我跟你說你都不需要見面了 客人摸一摸那塊布 你就可以立刻拼取的了 那份工 我跟你說 OK啦 就這樣了 確認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個sortures book的用處 的好處就是這樣 大概 好 好了 那 歡樂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 我想都差不多了 我都不妨礙大家這麼多時間了 OK so 今天就到此為止了